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下望了一遍 又盯住了一朵蓝色的云霞 同样的一只大手抓去 再喷出一缕阴火过去 这一次啊 云雾转眼之间就在火焰中化为了乌游 韩丽脸上毫无异色 立刻又抓向另一朵蓝云 一连失败了两次之后 终于再炼化出一颗蓝色的珠子来 就这样 花费了小半天的时间之后 炼化出了黄 青 金三颗珠子 然后 韩丽开始郑重的冲几颗珠子一招手 原本漂浮在附近的圆珠顿时飞蛇而来 随即十指连弹的一阵牵引 圆珠围着它缓缓转动起来 并且越来越快 渐渐的幻化成一道五色圆环 环上灵光点点 显得神秘异常 去 韩丽双眉一挑 口中一声低喝 食指动作一停 五色圆环溃散开来 圆珠随之以一种玄妙至极的轨迹向四周突然飞弹而去 转眼之间呢 珠子飞到了附近五个看似毫无关联的地点 滴溜溜的转动不停 同时本身也一张一缩的诡异变化起来 就在韩丽双目一眯的刹那间 轰隆隆几声巨响之后 五颗圆珠同时爆裂开来 五颗颜色各异的光球随之浮现 闪动着刺目的光芒 仿佛空间同时多出了五颗妖异的胶羊啊 即使韩丽也下意识地双目一臂 不敢直视这五种刺盲 而就在这五种光芒交汇一起遍布整个空间的一刹那 诸围景色一转 随即眼前一花 韩丽整个人默然出现在了某个熟悉的石阶之上 而不远的地方 赫然是原先他们看见的长有灵草的巨石 韩道友 韩凶 一男一女的惊呼在韩丽身旁响起 韩丽目光一转之下 发现白妖仪和傅老哲竟也出现在了身旁树杖远处 两个人神色萎靡异异常 但是此刻呀 却是一脸的惊喜 两位也脱困了 是韩兄击破着古怪俊致的吧 老夫可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可怕的法阵 还真以为要被活生生的困死在里面呢 父老者后怕不已的说道 显然啊 这位九幽族长老在那莫名的俊致下 可是吃亏不小 华丽还有心神都受损不清的样子 我的情况和傅兄差不多 切身在那禁制里也是一筹莫展 这次啊 多亏韩凶出手破阵了 白妖仪也苦笑一声的说道 玉蓉上引现了一丝感激之色 没什么 我也只是凑巧听闻过类似的禁制 才能破除此阵的 这种上古禁制的确是非常少见的一种 傅兄取走的那枚灵草 或若是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是某样法器幻化而成 道友恐怕上当不清啊 幻化而成 不会吧 我当时明明 哎 这是什么 傅老者听了韩丽的话一愣 一边将信将疑的说着 一边从楚代中取出一个玉盒 结果啊 里面并没有任何灵草 反而多出了一个普普通通的玉如意 老者顿时目瞪口呆起来 其实在我们三个人一踏进那块巨石上的时候 就已经中了禁制的幻术 道友摘取的灵草 只是激发此法阵最厉害的禁制而已 道友啊 不妨再看看那里 韩丽目光一闪 冲着巨石的方向随手一指 老者和白妖仪闻言望去 只见巨石之上赫然有一株 皆长着一串紫色浆果的灵草 这些上古修石真够险恶的 竟然会在这里布置下这么险恶的陷阱 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老者马上变得气急败患 白妖仪呢 也是性纯违章 这有一副恶然的样子 两位道友 不用吃惊 这种古禁制原本就必须有一样法器 被入阵之人主动触动 才能彻底的激发威力的 自然会变换成这般模样 而这禁制我只是暂时破除 并未彻底摧毁啊 这昆雾山不像是仙灵之身 我看哪 倒像是龙潭虎穴啊 老者眼看着道手的灵草没有了 自然满是杏杏之色 以后还是小心一些吧 这里可不是普通的古修遗址 有什么古怪的事情 最好还是不要轻举妄动 以免惹祸上身 这一次在下凑巧能破除此阵 但是下一次 寒猫可就没有这种把握了 两位知道在下的意思了吧 寒厉目光闪动几下 声音呢 微微一沉 忽然冰冷了下来 这个父母以后不会再轻举妄动了 父老者有些尴尬的干笑了两声 这次曲灵草 他还真的是有一些冒失了 白瑶仪呢 也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好了 既然两位道友都已经明白 那我们走吧 山上的声音已经停止了 我们耽搁了这几日 其他人呢 说不定早已经到达了山顶 寒厉转头望了山顶方向一眼 然后一马当先的再次 沿石阶前进 白瑶仪二人呢 自然紧跟而去 这一次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几个时辰之后 三个人终于一连飞过数道巨大的山梁处 终于来到了当天 叶家修士进来的那个石亭 当日巷之里也是在这里凭空 消失不见的 看到了一旁的石亭 老者和白瑶仪还没怎么样 寒厉呢 却轻轻的一了一声 忽然盯着石亭外的某处地面 停下了脚步 老者二人见此 也不禁随同望去 结果这二人也发现了异样之处 那处松软的地面上 有一个浅浅的淡淡的脚印 你若是不仔细留心的话 还真容易忽略过去 果然有其他修士来过这里 白瑶仪背齿微露的 青土一口芬兰 带眉紧锁的说道 不光是这样 你再看看那边的山石 老者喃喃一声之后 也冲着石亭一旁的某块山石扫了一眼 而在此山石上面 赫然有一道长约树杖的沟槽 窄而深细 一看了 就是极厉害的剑气留下的痕迹 这正是当天那位 叶家七叔飞舍而出的黄色剑气 无意中在此处留下的痕迹 这个剑痕也是崭新的 看来这里不光有人 还似乎和什么东西动手过了 难道是那只银池叶叉 白瑶仪秋波流动的说道 也许吧 看来那些人也是沿着石阶而上的 如此一来甚好 有人替我们开路了 我们也可省去一些麻烦 寒厉平静异常的说道 父老者听了这话 笑了一笑 正想说些什么的时候 忽然附近的一块光幕上 白光一闪 一个白乎乎的人影 从里面飞舍而出 因为人影出现的位置 正好面对着寒厉三人 自然而然的被他们看得一清二楚 结果寒厉和白瑶仪 自然立刻惊喜交加了起来 他们两个人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想要找的出口 竟然就在眼皮子底下 不过一旁的父老者一见着白影 却面色马上大变起来 五子同心魔 是前老魔的化身魔子 哈利文听此言一愣啊 虽然说觉得五子同心魔 似乎好像在什么地方听到过世的 但一时还没有想起 所谓的前老魔到底是什么人 白瑶仪一听此话 却脸色默然苍白了起来 而就在这个时候 扑扑几声接连传来啊 从那白色光幕中 又有四名一模一样的人影 钻了出来 五道若有若无的淡白色人影 就这样并肩的站成了一排 十道木然的目光啊 同时望向了对面的 哈利三人 唱听网 有时候灵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t85.com 英罗宗大长老 一见五人这么诡异的模样 哈利终于想起了对方的来历 面色也瞬间难看了下来 呦 原来是副道友 真是巧得很啊 怪不得前某手下四处寻找道友不见 原来就先一步进入到此地了 这一位仙子看服饰装扮这么奇特 莫非是北夜小吉宫的修士 在下和贵宫的柳夫人也算是旧时 至于最后这位道友 莫非就是出身天蓝的韩兄 韩兄啊 你可让本宗和天蓝圣殿的人好找啊 啊 哈哈哈哈 韩老魔的声音呢 先是一番惊奇 随即惊喜的狂笑了起来 听到韩丽 天蓝一类的言语 父老者和白瑶仪都露出了一丝意外 不禁困惑的望向了韩丽 韩丽呢 却只是望着远处的五道白影 神色阴霾一言不发呀 要知道 他可是亲手斩杀过一名阴罗宗原英中期的长老 连对方镇宗之宝鬼罗番都被他夺走了一面 自然不可能再有什么话干戈为玉帛的说法了 更何况他原本就想从阴罗宗中得到风魂咒的解咒之法 而这个法觉 阴罗宗中只有宗主和眼前的这位大长老知道了 为此呢 韩丽早就有了此行事了 再打阴罗宗主义的想法 故而如今意外的和对方在这里遭遇 韩丽不提防之下 倒已经暗自思量在这里和对方硬碰硬的可能性了 毕竟啊 这两人都是阴罗宗位高权重之人 找到对方落单的机会可实在是不多 而他和堪比原鹰后期的银翅叶叉火变了一场 虽然那怪物本身没有合手的法宝 自身呢 又有禁制在身 还差点被他灭杀的 但他自负当时也没有尽出所有手段 留着那人形傀儡并没有动用过 对付眼前的原鹰后期摩羞 未尝没有取胜的把握 并且再加上对方五子同心 即使名头其大 但他的辟邪神雷在克制魔功上 还是有神奇的效果的 就在韩丽心中念头如电 反复思量着利害关系的时候 远处五道白影中最中间的一个 突然两手一掐绝 周身灰光芒一闪之后 一名灰袍照体的羞士 一下子从白影中闪出 他出现的诡异程度 让人疑似鬼魅一般的 灰袍修士 脸上有一层淡淡的灰气遮蔽 无法看清楚面目 但是略带灰白的发际和装扮 明显是一名年纪不小的老者 前老魔 真身竟俯身模子分开 直接现身而出 这一下子 不光韩丽 连父老者和白瑶仪也警惕心大起啊 双目不眨一下的都盯住了老魔 想看看这位殷罗松的大长老到底有什么打算 可是老魔根本没有开口说话 而是单手往腰间一拍 一感漆黑如墨的小帆就出现在了手中 接着 冲韩丽三人所在的方向轻轻一摇 老者 面色大变 一只手上 马上扣出了一件宝物 白瑶仪 周身 寒光大发 瞬间身形 被护体灵光 笼罩其内 反倒是 韩丽没烧一条之后 并没有其他的举动 但是眉宇间越发显得阴冷起来 奇怪 奇怪 那小帆只是黑芒一闪之后 并没有任何异象出现 这让钱老魔口中自语不停 似乎有些诧异的样子 钱兄 你这是什么意思 拿出鬼罗番 想动手吗 难道要挑起两宗大战 父老者虽然对钱老魔忌惮弹异常 但他们这边有三名原因终其修士 特别是韩丽神通 更是高深莫测 自然不会太过畏惧对方的 两宗大战 没那个兴趣 钱某只是和这位韩道友有些旧事 需要了断一下 两位事不关己 若是现在肯离开此地 钱某绝对不会为难的 钱道友的话深合我意 韩某也是久闻五子同心魔的大名 正想和道友切磋一下呢 韩丽笑了笑 竟马上风轻云淡的俯贺道 听了两人这话 父老者和白妖仪却面面相去了 钱老魔呢也有些意外 冰冷的目光在韩丽身上打转了树圈 这个 钱兄 在下虽然说知道 这韩道友和贵宗吧 有些过节 但在这里贸然动手 有些不妥吧 钱兄不想先探寻一下此山吗 父老者眉头皱起 劝解了起来 这倒不是他真想维护韩丽 只是这昆武山看起来十分的凶险 好不容易有个得力的同盟者 自然不想就这般突生意外 况且也只有拉拢住韩丽 他才能不至于势单利孤 不用怕这位钱老魔默然翻脸下手 此山钱某当然会探寻的 但是这位韩道友也是本宗追寻好久之人 也不能就这么放过的 本人先和韩道友了断了此事再说吧 怎么 父兄想要插手此事吗 在此山之外 钱兄和韩道友之间的恩怨 切身不会过问 但在此地 我三人还要联手一探此山 恐怕不能让钱兄如愿了 埃妖仪美目流转片刻之后 竟也决然的说道 对此女来说呀 同样的害怕失去了韩丽这个大援助啊 而让自己在此山身处险境 当然最主要的是 此女和父老者见识过韩丽神通的厉害 可并不认为 韩丽真就会怕了钱老魔 否则的话 是不是会说出这番话 都是两可的事情 面对父老者和白妖仪的出奇强硬 这老魔目中是寒光一闪 一望之下 目光仿佛就能直接 冻彻人心腹啊 但无论父老者还是白妖仪 也并不以为意 这个修为的修士 虽然说心中暗精 但是脸上没有任何表示 好 看在两位道友的面子上 老夫倒不是不能将此事搁这一下 但是本宗的一样宝物遗落在此人身上 必须给老夫现在就交出来 否则就是今日拼着大号元气 说不定也要和三位道友斗上一斗了 宝物 你指的是那面鬼罗番吧 正是此物 当年本宗四长老在天南陨落而亡 此番应该落在道友手中了吧 只要现在归还此物 本人可以暂时放你一马 哈哈哈放我一马 倒有口气还真够大的 鬼罗番我可以归还给你 但是却有个条件 不知道前兄可否愿意一听啊 韩利沉默了一会儿 突然仰头望天 嘴角呢挂起了一丝激笑 条件 你杀了本门四长老 拿了本宗的传承之宝 还敢在老夫面前提条件 你真当老夫 不敢取你性命 钱老魔怒急返笑 身后的五道白影一晃 同时上前一飘 一下子就站到了 钱老魔的身前 此刻 这气氛也是瞬间的 紧张了起来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还人修仙传第629回